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想学一个专业 就是您那个叫人力资源管理 听起来很勇敢 就勇敢 那你为什么要用勇敢这个词来形容呢 因为HR你想 在所有报道里能找到的 基本上就是招人的 炒人的 还有就是全公司最大的背黑锅的 对 这样大家觉得很高大吗 你看啊 背黑锅 你看我管人 我管人 人力资源 是吧 我管人 我招人 对吧 然后还管理 就觉得很高大上 包括很多同学 他上了本课以后 他学的不是这个专业 他想转行 他想转行 然后还想转到人力资源这个专业 我就想替这帮人问一问 人力资源管理 到底是干嘛的 对 到底是干嘛的 他除了招人和去解雇人以外 他还到底干什么 我觉得最简单的 就是可以说四个字嘛 就是我们很多HR同行都在用 就是选用预留 选用预留 对 用人 然后预人和留人 你没说开案 应该还有个开案 开我们就不说了 但其实有的是吧 有的有的 对对对 对 那选就是要招聘 对 要选到合适的人 要选到合适的人 但我刚才为什么说 HR是背锅侠呢 就是说 就大家觉得这些事情 都是HR的事 对 有的时候 你看我们公司 就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经常去 不能说骂哈 就是抱怨 抱怨HR招不到人 我这个人一看 就不是那种骂人的人吧 对吧 然后呢 看着自己和爱 对 我就 有点诡异这个词 我就经常去抱怨他们 我说你们为什么 总是给我招不到 我想要的人 那你说这个东西 这些到底是 是是是是HR的错 对 到底谁都不信 就我觉得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的一个朋友 说想找个对象 对 然后跟你说张老师 你给我找个对象 你就去找吧 嗯 对 然后那个你就出去找了一大圈回来 他也不告诉你说 对还是 你的要求是吗 对对对 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对象不行 对 这个对象不行 你再去找 然后过了三个月 他说你怎么一个对象都找不到 就是你怎么回事 这个就是老板对HR的这个制作 对吧 但其实这里面就是说 他不是HR一个人的事 嗯 就你要找对象 你要说明我喜欢什么样的 我觉得什么样的最合适 对 我有哪些要求 对 80以上还是5岁以下 对对 都可以 对 范围比较广 嗯 然后他这个 比如说他给你找来了一个之后 你跟他说 我觉得这个人可以 是在什么地方可以 我觉得这个人不可以 然后什么地方不可以 还有就是说 对吧 比如说你相亲的时候 你自己也得表现出来你的魅力 嗯 对吧 好多佣人经理 他这个面试的时候 就是感觉非常牛逼的这种感觉 嗯 就就是这种完全 高高在上的 那人家肯定不会来的 嗯 但是最后这个整个过程抹掉 那完全就是说HR招不到人 这个是不太合理的 哦 这是选 对吧 就刚才你 其实刚才你 你在说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在考虑 我有没有过 对对对 你可以自我反省一下 对对对 为你们公司的HR证个名 我还好 我没有 哈哈哈 我们公司人资 是可以给我证名的 然后选 然后还有 育 就是培训啊 然后发展啊 对 哦 这个我们平时要培训 有有什么样的内容 是 是我们来定 培训计划 是人资在定培训计划 还是说用人的部门 他定一个培训计划 然后你们去找这样的人 来给他们培训 还是 这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合作 对 人力资源现在很多 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职责 就是作为这个业务合作伙伴 嗯 为什么叫伙伴呢 就是双方合作 比如说你想说培训 那就是说你要提供说 我这个培训 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对吧 你有这个需求之后 然后人力资源 他可能跟你做下来讨论说 我们找什么样的人 来进行这个培训 是可以最满足你的需求 你可以用一些方法 比如说我们内部可以自己做 或者说我们要到外部去找 我们这个是已有的一些能力的提升 还是说就完全没做过的事 我们想要重新 就是想要找一些人他来教我们 怎么做一件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 所以这个是HR可能知道一部分 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给给你一些他的这个意见 建议 对 但是你是这个业务的这个核心 核心人对吧 你是这个比如说公司的创始人 你要给他非常清晰的这种说明 说我想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怎么样合作去找到最合适的方法 嗯 对 这叫选 然后就是就预是吧 然后还有 选用预留 选用预留 那用是 用的话 就是说你得在这个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岗位上 然后同时给他这个合适的支持和资源 对 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公司做绩效考评 对吧 你怎么做绩效考评 你首先得知道 我的职位到底是干嘛的 我这个职位的要求是什么 对吧 有了这个要求之后 我才能制定目标 有了目标我才能去考评 说他到底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对吧 如果说前期这些都没有 然后最后到年中说 HR你去做一个考评 然后呢淘汰10% 这个就没法做了 然后的话 我们这选用预还有个留 对 留是 就把核心员工留住嘛 对 这不是老板该干的事吗 对 你有这个觉悟就对了 就是 就是说老板和HR共同 要配合嘛 对要配合 对对 但是老板有这个觉悟是非常难得的 对 很多老板是不这样想的 他觉得可能这就是HR的工作 这绝对应该是老板的工作 如果说你要是想把这个公司给的做大做好 对 你应该知道这个公司当中哪些人对你来讲是 对 可能在短期之内不可或缺 或者说是缺了以后的话可能会少很多的内容 你这个人就不能走 你要去想办法去留他 我们现在来说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如果一个公司当中 他觉得这个员工不管是或真或假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达不到绩效标准 他要开掉这个员工的话 那如果一个合格的人资的话应该怎么去做 首先的话 我觉得要先去 就是挑战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观点 说那到底是不是达不到标准 对 这里面涉及到说你这个标准制定的合理不合理 对 你有没有一个有效的执行的过程 或者说比如他是一个新手 刚来两天 然后你让他去做一个大的项目 然后最后都做不下来 你说这个要开了 这就不太合理 因为他没有这个合理 但是不合理这是老板的意思 这个他合理不合理 这个执行的你去执行 对 但是有效的 HR我觉得就是说他要先去 了解一下这个事 对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然后如果说前面这些都已经证实了说 确实这个员工的这个能力啊 资历对这个工作不适合 那我觉得那就下一步去执行吧 我们去跟员工谈话 我的观点是一个同行讲过非常认同 叫事成人爽 事成人爽 就是说事要办成 就是说这个公司的业务要做得好 然后呢同时员工又很爽 那如果说这个事也办不成 这个人也不爽 那最后这个员工离开这个公司 不管是他主动离职 还是我们就是辞退他 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那你像有的 你有一个人跟我说 你看那某公司那个事完全可以这样吗 他现在是什么那个级别 你跟他往下调吗 调到他自己接受不了 调到他自己主动去理职 你像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我也见到过这样的情况 也包括有很多人在网上跟我抱怨 大概就是可能比较夸张一点 就是张老师原来我是这个公司的 都是总经理储备人选的 后来因为得罪了某个大佬 现在让我去扫厕所 他也没有开我 他也没有开我 这就叫非暴力啊 对 这个可不是暴力 这是非暴力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暴力的 只不过是说 他不把这个暴力显示出来 就是说如果公司用这样的一些手段 包括我听说的可能是说 你主动辞职吧 要不然的话 反正你接下来绩效也不会太好 然后接下来 你没有奖金 你没有奖金 然后你离职之后 如果来做彼警调查 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好话 尤其是大公司之间 这种背景调查是很正常的 对吧 它不像说是 我说句暴力的话 比如一个很小的公司 一个十个人的公司 对吧 你再去找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越到一个万人级别 特别牛的公司 那个牛的公司 他给你找背景调查 这可能性也不大 但是如果说你从一个特别牛的公司 到一个另外一个特别牛的公司 而且你是准备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岗位的话 那前面那家公司 因为都是同行嘛 可能大家这个圈子里边对吧 都有这各种各样的毕竟调查 那这种情况下你说 这个确实挺难的 因为其实员工跟公司相比 它是一个弱势群体 对 然后我觉得在国内呢 其实就是对员工的保护的法律法规 还是相对更健全的 嗯 所以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员工从自身的角度 就是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可以先去搜集一些证据 比如说他以前的绩效考核的结果 然后同时呢 就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你跟你老板之间的这种关于绩效的对话 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就简单聊一下 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去积极主动的去聊这件事 尤其是在有描图的情况下 对 就是积极主动的去聊 然后同时呢 你聊完之后你可能可以做个总结 然后写成一个email 然后有一些这个文字的记录 啊 然后通过这些方式吧 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讲 这些都是比较到了末端 就是这个可能已经有这些苗头的了 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 一个积极主动的可能更理想的方式是 呃 提升自己这种核心竞争力 这里面就包括刚才讲这个事成人爽 就是这个事儿 哪些部门是核心部门 核心业务 对吧 我得了解这个公司的状况 然后我尽量去到核心业务 核心部门 然后同时呢 我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对 反正总之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人资这个事儿想的过于简单 我觉得之前我们就是说 很多人把人资想的太简单了 就觉得说 招聘 解雇 然后的话 所谓的好像有权利 但其实你要想做到像张老师这样的高度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总之呢 大家就是要对这个行业呢 多了解了解 也要多去我们张老师的微信公众号 谢谢 去多去看一看我们人资当中需要具备的一些能力 这样的话 你未来才能在你自己的人资的职场当中 有更好的表现 好吧 那我们本期节目呢 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我的工夫他很正常 他都放在一起 因为 其实有的时候行政 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万圣节活动 他是员工体验的一部分 这个也是HR的一个职责 这个所谓员工体验 就是大家来上班 他这一天 或者说他这一年的这个状态 就是他来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